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投资界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 近年在投资市场都很刺激的话题 就是ETF 可能你已经听过ETF的一个名字 但可能又不是那么清楚究竟是什么是ETF ETF又和一般的互惠基金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请来一位专家 ETF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谈论 先介绍一下他 他就是来自Claim of Investment的 区域业务发展主任麦晓慧 Philson 早晨 你好 早晨 Philson 其实讲说ETF这一件事 不如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ETF 其实ETF最基本就是一个指数基金 中文来说 就是一个股票和一个投资基金 两样东西混在一起 最好的利益就是放在一起 最好的ETF 那么股票有什么功能 ETF有呢 可以intraday trading 不管你之后早也好 晚上也好 你可以不一定 lock down了是晚上四点钟的价钱 这个就是metual fund的 disadvantage 这个就是intraday trade 又可以option margin 全部基金指数股票做到的东西 指数基金也做到 嗯 如果说这个 互惠基金也做到的东西 其实ETF也做到的时候 其实ETF还有什么 advantage 有什么优势 令到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 基本上是那些手续费低 嗯 很多人都有complain过 很多Nutual fund的手续费是高的 嗯 基本上加拿大是developed world来说 是全世界最高的Nutual fund的cost来的 那多高法呢 我想大约有2.5至3% 是一个平均的average 嗯 我们看看ETF来说 就大约0.15至0.6% 嗯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图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或者比较一下 究竟ETF来说 有什么好处呢 省个时间可以给大家看看 都看到 其实互惠基金做到的东西 ETF其实也做到 另外ETF相对来说 也有其他的优势好处 其实我想说一说 现在在加拿大或者美国 那个ETF的市场 究竟那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会不会仍然比较少的人买呢 这个东西 其实ETF这几年 基本上的growth就很厉害 其实人们觉得ETF是新的 就是新的 但是其实91293年 就是初头ETF开始了 因为这几个ETF就是美国开始 头那几个ETF就叫QQQ 或者Spider 在这几年前 譬如2008年我们见过 那个市场下降 才开始慢慢 很多人开始用 那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代替 你觉得市场很危险 很多霉焰在那裡 我想怎样分散投资 怎样做些分散 ETF就给你这个方法做 其实我想问一下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 都听过ETF的原因 但是有没有说将一些EF持有 或者摆入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 我相信又可能未必真的这么多 其实现在在加拿大来说 ETF是否仍然一样 不是说真的很propular的一个 product 其实propularity就开始慢慢升动 我给大家看看 当然现在加拿大 中共有135多的ETF 那里面每个几个月有新ETF出 全世界的市场来说 有超过一千几百个ETF 所以加拿大也算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但是慢慢的开始升 说回银马 我们多少钱投资到ETF 我们传统的Mutual Fund 加拿大就是一个600 billion dollar的工程 那ETF只不过是30个billion 那都慢慢开始有一个声动的方向 那ETF基本上加拿大有四家公司 第一公司就是最有一个歷史就是iShares iShares就是90年代那时候来到加拿大的 那他们总共AEWAM 即Assets Under Management 就大概有20个billion 那Claim I 我们就是第二 全家的市场就是第二个entrum 我们就大概有4.6的billion 跟着第三个公司就是Horizon Beta Pro 这间就是做很多Leverage的ETF 就是2 times up 2 times down的太阳房 跟着现在最新的entrum 就是一间银行 就是billion ETF就对了 那它我想大约有33种的ETF 那看到呢 其实投资者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那究竟不同这些公司的ETF的产品 基本上会不会都有一些分别呢 当然有 其实iShares最主要出名就是做一种市场策略 就是Market Capitalization 这个问题就是 我可以首先问一个问题给你先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 我有一个投资方法 那间公司越贵我就买得越多 越便宜我就买得越多 越便宜我就买得越多 你会不会投资下去呢 那当然就不会了 即是好像又不太合理 是的 那现在就是Market Calculation 那种flaw 那种平台 我可以给一个例子来说 例如2000年的时候 大家都听过Mortel Mortel那时候最高峰的时候 在那个S&P TXX60 即是iShares的XRU的ETF 就有大约35%的market weight 那就是那间公司高峰的时候 我们就买得越多的钱下去了 那一两年之后了 Mortel倒下了 那就剩下2-3%左右 那这个就是XRU那种 TSX60那种Roller Coaster那种 那刚才那样 那CLAIMER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就有 我们每一种ETF 每一种投资方法 都有一种策略在那裏 我们不只是看公司 几大就买多少下去 我会看公司的基金漏洞 分多少花红 有多少红利 那些东西 那就会回到公司 就变成了一些策略在那裏 一个长线点的投资方法 那其实不同公司 都有不同的一些投资策略 那其实这个时候 我差不多要去广告 现在先去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跟大家谈谈 究竟ETF究竟是否只是 可以用来做一些投资 或者买卖 可不可以有其他用途 例如退休 或者RSP 行不行呢 先回来跟大家谈谈